一双诡异肝如竹节的双手缓缓地伸向门 感受到危险的男人立刻化身 反手将怪物击飞数百米 就在刚刚 密克几人饭后回到寝室 发现自己的房间不仅传出阵阵怪声 房门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腐化变黑 密克打开门一看 床上躺着的竟是小时候的自己 这是密克早已埋成在心底的记忆 不知现在为何出现 紧接着一个可怕的怪物出现在床前 感受到危险的小密克伴随着一阵暖光消失在床上 怪物正是密克内心里最恐惧的笑脸男 面对步步紧逼的笑脸怪 两人赶紧撒鸭子逃跑 然而越来越多的笑脸怪出现在学校 害怕到崩溃的密克直接蹲坐在地上哭泣 加农炮不断地安慰密克让他冷静心 想想办法 然而下一秒 见此情况 加农炮只能不断地给自己冲闹 紧接着以光速撞碎笑脸怪离开走了 当他来到前门才发现 火人正在不断地撞击前门 被告知所有出口都被博士用能量打封锁 而此时越来越多的笑脸怪出现在学校里 加农炮刚想加速逃跑 突然 克服恐惧的密克从地狱边境重处 手持光剑 卡卡几下就解决了楼道里的笑脸怪 然而对于凭空出现的笑脸怪 还得从几天前一个神秘女孩道来说起 这天 新变种人学校来了一个陌生的女孩月星 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 算上新来的月星 一共生活着五位拥有特殊能力的青少年 能变成狼人的狼女 能穿梭时空的密克 速度超人的加农炮 还有能变成火人的太阳之子 至于月星的超能力 暂时不小 然而自从他来了之后 学校里诡异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 独自待在洗衣房的加农炮 察觉到了洗衣机发出的异响 当他触摸到洗衣机的瞬间 传送到了一个正在劳作的矿场 加农炮在里面看到了早前因矿难去世的父亲 接着加农炮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击飞出去 缓过来的珊姆脸上露出了害怕的神情 与此同时 独自在房间的密克做起了噩梦 是他最害怕的笑脸观